观众朋友您还记得去年的小户忙什么这部幽默影片吗 今年金山户政事务所再度发挥创意 推出了小户忙什么第二版 以幽默有趣的方式回应不愿回户籍地办理迁入登记 还有硬件证明等户籍项目 希望借此达到有效的宣导 去年金山户所同仁发挥创意自制的影片小户忙什么 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哭手同仁面对民众的日常 造成很大的回响也达到宣传的目的 民政局户政客表示 副所同仁今年再发挥创意推出小户忙什么二 寻到影片 户政已经是全国连线了 那为什么还要回到户籍地去办理 那因为有很多内政部那边还没有开放 我们只能说一定要回到户籍地去办理 所以有很多民众就一直在抱怨 既然连线了为什么还要回户籍地 所以我们户政的同仁就在推出第二集的一个小户忙什么 为什么要回到户籍地这种的影片来哭手一下 民政局表示小户忙什么第一集讲述身份证 硬件证明 护照 自然能凭证等必须本能清办 劝老师有民众想帮人代办案件的业务 第二集则是讲述虽然电脑全国连线 但还是必须回到户籍地办理的潜入登记 和硬件证明等户籍项目 希望透过娱乐夸大效果 让更多人了解户政趋资减少民众的不便 这个点列力蛮高的 像第一集的话大概有50万个人在做一个点列 那第二集的话也获得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响 那我们就一直希望说内政部能够可以开放 在全国连线的部分可以回到 不用回到户籍地办理的话 那尽量来开放来让很多一个辩民的一个措声 更加的一个完善 有了第一集的经验 小巫芒什么二人由互索同仁 一手包办编剧分镜拍摄到剪片 剧本构思约两个小时 并和同事利用互索空闲柜台拍摄 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拍好 也希望民众可以到YouTube网站来观赏 这有朋友讲述长报道